你擺盤的公車 我們不招手 你們都不停 乘客準備下車時 走到公車司機旁抱怨 是 但是問題是 我前面招那個也不停 然後後面的車子我都看不到 那你剛剛又不想停 我就不知道我要怎麼辦 還沒有等到司機回答 他接著繼續怒控對方 看到人要搭車 卻沒有要停車的意思 我不想停嗎 對 你是不想停 你是不是有紅燈你才停的 最好 是啊 我看到你軍頭才停好不好 司機聽了感到傻眼 自己明明靠站停下 也讓人上車了 怎麼莫名遭到指控 你離我好遠 你離我好遠 你怎麼說什麼東西 你要不要下去 我不要跟你吵了 幫你為什麼下去 就怕他吵下去 會影響到其他乘客上下車 司機想要喊停 對方卻繼續輸出 你一定要喜歡這個開工車 你才能來開工車 要不然你真的浪費你的時間 好啦 不滾啦 你叫我什麼 你叫我滾 最後公車司機理智仙斷裂 其他乘客也趕緊來勸架 事發台中台灣大道一段上 二十三號早上八點多 一名女乘客不滿自己多次招手 公車都沒有靠邊停下 在搭上三零四路公車之後 他趁下車前 跑去跟司機抱怨 不管有招手沒招手 公車都沒有停車 雙方因此爆發口角衝突 因為我不是在站牌的地方燃車的話 司機都不會停 那如果你是在站牌的地方 無視你這樣子過去的話 那我覺得這是公車司機比較有問題 就是他手沒有舉好 或者就是沒有被看到 就是不清楚 兩個小姐跟他招手 後來又不搭 他火大了就開走 就不理我 我也有招手 在台中搭公車 除非在專用道 不然都需要招手 或是按後車鈴 公車司機才會停下車 而這一回司機跟乘客之間 由不當發言 客運業者也會再加強員工訓練 避免類似事件在發生 TVBs新聞 許立凡以蔡影台中常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